除夕前幾天 楊先生一家在外吃了年夜飯 如今回想起來 這似乎是他們家唯一一次暴露在公共場所 他們到底是怎麼感染上新型冠狀病毒的 至今仍是個謎 武漢在1月23號開始封城 在那之前 馬路上戴口罩的人並不多 在封城的前一天 楊先生的母親出現了症狀 而最早感染的楊先生的父親已經去世 父親直到去世 也沒拿到確診報告 而楊先生和母親也一直得不到收治 無法確診 就無法得到免費治療 得不到確診就病逝的患者 並不止楊先生的父親 武漢市民徐先生和姚女士 都被這次疫情奪走了父親 大陸財經雜誌2月2號的長篇報導 引述武漢某定點醫院的一位醫生稱 如果沒有確診就去世 不會被計算為確診死亡人數 只能算肺部感染死亡 該院收了600位重症病人 但無一確診 該醫生說 缺飾止 但我們也搞不懂 為什麼會缺 武漢衛健委在1月27號聲稱 已為全市指定的檢測機構 緊急調運4萬人份的 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 每天樣本檢測能力提高到近2000份 但《財經》雜誌報導引述患者的話說 他們2月1號去同期醫院排隊領核酸試職 被告知一天只有10份 由於醫院已經滿附荷 1月24號武漢實施社區分流政策 病人要把病情上報社區 然後社區上報街道 再根據情況 依序等醫院控除床位 然後去報上報社區讓我們回社區 然後我們來到社區以後 社區又告訴我們他們在上報 讓我們等 變成一個死循環 我的CD片子上面寫的就是病毒性肺炎感染 但是並沒有是新冠狀病毒 確診它沒有這個 它已經可以跟你斷定的是病毒性肺炎 這樣就怎麼跟你確診呢 我就攔著攔著這種 它就覺得你還可以扛一扛拖一拖 沒床位啊 推特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有患者因為得不到救治 又不想感染家人 社區醫院互相踢皮球 最終在武漢武昌最熱鬧的四門口 跳橋自殺 更多患者在網路呼籲求救 希望搶在死神面前 為自己和家人爭取就醫的機會